好家在台北 长照服务 长照2.0的政策 除了延续1.0的 在地老化原则 还有更多元的内容 以老化的程度 从健康 雅健康 失能 到临终安宁等生命历程 推出一条龙式的整合服务 包括照顾及专业服务 交通接送 辅助与无障碍环境 改善服务以及喘息服务 对于细节的内容 以及需求安排 还可以拨打 以966专线来咨询 长照2.0强调的是 以人为中心 从社区出发 整合资源 台北市更走向 全人照护的目标 让长照政策 可以永续稳定发展 我来了 一界面就先出手紧 握着彼此 这份情谊是三年来点滴的累积 这里会不会痛 不会喔 这边呢 这边会不会痛 不会喔 他是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医师孙文荣 每周至少有一天会走出医院 来到病人家中做居家医疗 今天有没有吃 有啊 今天有饭吗 有啊 有啊 66岁的胡金石中风多年 长期卧床 83岁的先生与外籍看护陪在身边 孙文荣定期访试 医病关系如亲友般密切 现在要翻评或是要摘这些医 都很痛 痛 好痛啊 刚才有老眼睛 整身有冠 那就是先痛才了 主任和药树都来 来看烤油开了 都会冒免去 最好 没回事 每次来都看他躺这样 他每次都能回事 没冰心啊 没冰心他回事很久 以后会太难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等着等着 有过 有过 没有 因为你都没回事 台北市运用联合医院的资源 推动居家医疗服务 鼓励七个院区 六百多个医师 上千位医事人员走进社区 让像胡金石这样 行动不便的失能个案 不用再全家出动 奔波到医院看病 在社区里面的弱势者 他常常是隐藏版的 为什么会是隐藏版 因为他觉得 社会已经遗弃我了 我住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么久 从来也没有人在关怀我 社会边缘户 进退两难的困境 让如堡垒般的家 反而成为与社会 失去连结的隐形户 住在台北市国宅 中风多年的阿正 就是典型的例子 慢慢来 这是几年前 志工背着他下楼的画面 但现在台北市 与多家厂商合作 有提供爬梯机租借服务 还能请专人道府操作 以及提供教学 背下来之后 第一次出那个门 看到太阳的时候 哭了 隐形户沉默的声音 慢慢被听见 这也是社区医疗的初衷 从原本出发 长照2.0的核心 结束居家医疗的失能个案后 孙文荣带着安宁照顾团队 包括由牙医师组成的 团验小组 转往另一位病人家 近百岁的世阿嬷插管十年 居家安宁团队经过半年的评估 终于在今年成功拔出鼻胃管 蹲 蹲 水 天 阿嬷 这东西呢 好吃呢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做 它食物的一个记录 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真正拔罐之前呢 它可以同时经由鼻胃管跟有口进食 两个方面来做一个进食的一个动作 虽然在家里安养 但是资源经过整合 依旧能给予病人所需 八卦前他们就找来亚医师 营养师以及心理师等等 但不评估才做出决策 而在鼻胃管移除的那晚 她的女儿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两个都说 哎呦 阿嬷哪困啊 伏碎 伏碎的打呼 我们两个都吓一跳 不是害怕 是说阿嬷怎么会 对 阿嬷怎么会 很开心地听到打呼声 我妈妈从来没有 这么大声地打呼在睡觉 每减少一分痛苦 就得到多一分快乐 但是要同一把管钱 严美英坦诚心理一度挣扎与不安 我一直说不要 后来医生说 你不用怕了 我马上就会来了 如果什么事情马上就到了 你不要怕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留一碗再放回去吧 就像吃进一颗定心丸 移民之间的信赖感越来越深厚 这也是台湾未来迈进超高龄化社会后 不得不建立的基础 想想看 现在老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老人越来越多 那医院到底有多少病床 可以容纳 医疗资源不再集中化 而是实现在地老化的理想 每段生命历程 从健康 失能到生命末期等阶段 都是长照2.0的版图 还是负能概念的提升 负能并不是指负健而已 他其实是想要推畅一个 我们的在长照当中的个案 他不管失能或失智 我们怎么样利用专业的方式 就是让他可以更独立更自主 他也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们需要提供的照顾 我们起来 一 二 三 这样比较轻 对吗 慢一点 伯伯 你不必用得到吗 来 来 再来 好 他自己脱衣服 给他 把它给他整天会叹爽 伯伯 给你疼 半年前几乎瘫痪的阿公黄卓 虽然洗澡还得靠居服员的 帮忙 但是从无法下床 到如今已经可以举起手 抬起脚 才能自己动手解扣子 穿脱衣服 慢慢恢复自主能力 也是长照2.0 提倡的从复健走向复能 过后面都有经过 现在不要穿 不要随着长照 现在也可以站起来 好像 现在一样 在外面 走一走 阿公其实抢经罹患大肠癌 脑部又因为肿瘤开刀 还是一位帕金森市症的患者 多重复杂的病情 因此被转接到社区整合 照顾服务中心 也就是台北市的石头汤 我们来的时候 发现它其实是完全卧床的 那经过我们这一串服务 跟评估之后 再半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现在如此的进步 那其实有一部分不只是长照 也是石头汤 一个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进步会这么快 是因为需求都经过专业评估 包括透过照顾管理专员 核定长照等级 个案管理师在进一幅规划 个人式的长照服务计划 阿公以前吃东西喝水容易呛到 所以每周就特别安排 云烟治老师到家里进行 各种吞咽的训练课程 好来哦 12秒准备开始 哇 哇 有没有12秒 没有 差一点点对不对 再来一次好吗 让他做吹 还有做吸的动作 都是在帮助他喉咙往上弹 让他喉咙比较有力气 头部比较有力气 让他吞咽这个动作 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不要顺利 荒州阿公被核定为长照需要等级里 最严重的第八级 每月有相对较高的基部补助 让各种专业资源到位 发挥最大功能 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不要光靠这些人 他们来只是协助他 你在旁边的人呢 你要用心地去看待 就是他们所做的些什么事情 你加减呢 也要稍微学一点点 你在生活当中就可以复健 你不要都等着人家来照顾 好 这个照顾人力实在是永远提供不完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这种负能其实是专业整合的 那所以如果能够朝这个迈进 我是觉得我们 我们的民众应该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被教育 除了居家医疗的整合服务 社区也扮演重要角色 台北市新义区的石头汤 吉他声与歌声回荡在社区里 这一堂音乐课让有失之正的红云龙 终于走出了家门 要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 他只有看电视啊 就对着电视在那边讲话啊什么的 那觉得这一年来好就 我觉得那个失利好像比较清楚 在整个长照2.0或是老化社会里面 我们真的要启动的是 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 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 那才有办法解决台湾 真正的问题 渐渐衰老的身躯 在他的心里却盛开着希望 长照有未来 才是你我年老时能安心终老的勇气 郭局长照议题大多聚焦在失能以及失智者身上 在他们背后家庭照顾者的声音常常被忽略 长照2.0除了纳入更多的服务对象 也看见照顾者的需求 为他们提供喘息服务 包括居家式喘息以及机构式喘息 同时医师能等级每年给付 让照顾者能真正获得休息时间 台北市甚至推出了社区整合照顾服务 也就是石头汤计划 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都有据点 除了透过社区以及个案管理员密切追踪 让病况较复杂的个案能获得有效的帮助 对照顾者来说 石头汤更像是个大家庭 有人陪伴也才能够一起扶持向前 你过来啊 单车嘛 你看我车 我帮你拿球球 你自己把安全带 就像回到小时候 妈妈带着她做所有事 只是现在角色互换 阿娟的妈妈八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 大脑加速退化 八十岁的她言行举止就如同孩子般 常常突然失控 那就像那个两岁的小孩 那个推着那娃娃车 你你在走路的时候 她感觉有安全感 因为有律动 可是你停下来的时候 她就失去安全感了 为了照顾失智的妈妈 阿娟辞去系统分析师的工作 全天后陪在她身边 也经历过各种情绪变化 但最难受的还是旁人的误解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谢谢 我们有曾经在路上被人取笑 就人家走过去 或是阿嬷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的时候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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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跟阿娟家不同的是 这是一个老人照顾老人的两口之家 我其实每天都会带她出来的 早上吃过早饭以后 我都会带她出来 到在公园里边坐一坐 和人聊一聊天什么的 十年前邓爷爷中风后 就有七十岁的太太 玉兰奶奶照顾生活起居 他们因为没有孕育孩子 两个人相依为命 不管去哪里 以前玉兰奶奶都把爷爷带在身边 但这两年随着奶奶年纪越来越大 体力消磨得很快 这几年腿不方便 去坐福建 我都把她摆在这节日站门口啊 因为我年龄大了 现在腿不动她了 走不动了 你坐这儿等着我 等一会儿都回来了 你坐这儿 可不要动啊 去年的某一天 玉兰奶奶一如往常 把爷爷放在捷运站 自己赶紧到医院做福建 但没想到结束疗传后 回到站内的奶奶 却怎么样都找不到爷爷的身影 我从医院回来以后 我也是找不到她 就在捷运站这里转啊 问熟人啊 就后来一直转一直转 整个这地方转了好几圈 后来还是我就向前面走 还向两边的巷子里边看 后来在那个巷子口 我看到她了 不论是老夫妻的走失事件 还是母女党的压力闷烧锅 都凸显许多家庭照护者 艰辛的处境 不管是自愿会自愿地选择 照顾者的过程 大多数是女儿 女儿会出来 如果是配偶互相照顾的话 特别是太太照顾丈夫的话 一定是两个人相依为命为主 阿娟母女俩每周有两天 回到台北市中山区石头汤报到 一进门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结果另外一个眼睛又肿起来了 对 礼拜六她一个晚上都没睡 三十一个小时没有睡觉 石头汤这个环境 带给我跟阿嬷最大最大的安慰 就是我们来这里不再是怪物 我们来这里可以被包容 我们来这里有困难 可以说出来 他们会帮助我 有一天医生告诉阿嬷奶奶 她得了痛把性骨髓肿瘤症 洗癌 今天是石头汤常设的讲座 解忧杂货店 社公司播放的这部影片 谈的是如何与亲人好好道别的故事 阿娟开了投入 因为想起照顾妈妈的经验 不自觉落下泪水 她把整块面包吞到嘴巴里面去 吐不出来 然后脸就变黑色了 那是我大概就是最接近逝去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你来这边有更多妈妈的关怀 那她有跟她妈妈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那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处理的 可是社区给她的支持 感觉到她有开朗 对阿娟来说 在这里想哭的时候 有肩膀能够依靠 想吐露心事时 有人愿意倾听 因为身边有陪伴 就能扶持向前 市场的二楼是老夫妻的租屋处 103岁的邓爷爷 每走一步路都不容易 去年邓爷爷在捷运站失踪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是也让玉兰奶奶决定把爷爷送到 与丈夫合作的长照体系下的日照中心 加上有申请交通接送服务 让奶奶终于能喘口气 讲真的 这两年不是你们社会局 各个团体的支持与帮助 我真的早就倒下去了 撑不过去了 邓爷爷现在一周有五天 白天时间都待在日照中心 这也是爷爷中风十年来 玉兰奶奶头一次 一天能有六七个小时的独自时间 要去荣种啊 为什么要去荣种 做复健呢 看门诊 你是怎么了要做复健 我腰痛腿痛 七十岁的玉兰奶奶 因为时常得推着邓爷爷到处行动 身体经常酸痛 这两年来几乎每周都到 副健科报道 走私以后我就现在就申请那个有长照的啊 长照的来协作 这样我来做复健也比较安心了 然后就是帮他治疗里面的组织 然后帮助他修复 那我们一般在这里做事做二十分钟 透过物理治疗 除了能缓解玉兰奶奶生理上的疼痛 最大的转变是心情变得开朗 我就给他们日照的那个工作人员说 我说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了 幸福时光来到了 我说我来这边二十年了 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 走转一转往前转 一二三四 她从心里感觉到的幸福时光 是因为见到邓爷爷在日照中心过得充实 还重新与社会建立起互动关系 我们日照中心的活动呢 就是会训练长辈的认知功能 然后以及可能肢体上面的功能 然后以及生活训练照顾上面的功能 等一下哦 这边也是 先放过来 慢慢的 机构服务的专业人员能够以 真正的老人跟家庭的需求为中心 然后去为他们量身定制他们要的服务 我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我要把这个剥下来 先剥下来 有没有 这一天是石头汤的首作课 每月社区都会是家庭的需求 安排各种课程 像这堂折纸艺术 对阿嬷来说可以训练守护惊喜动作 对阿娟则是最大的疗愈时光 也算是抒压 就看着她跟其他人互动 因为我跟她24小时 如果没有其他人跟她讲 我声音都没了 活动结束后 阿娟的妈妈却还舍不得回家 热心的自愿当请职工 帮忙整理环境 再说一遍 我阿娟要做一遍 稍等你嘛 先撕好 她觉得她有被接受 所以她愿意放开 然后她愿意去跟人家互动 社区的伙伴们一点一滴在阿嬷身上建立起信任感 而阿娟也从中成长许多 学会了如何与生病的妈妈相处 那来这里老师也会辅导我 所以感觉上是老师有帮忙她 然后帮我照顾她 然后又告诉我回家要怎么照顾她 所以我觉得我来这边的成长也很多 关于人生 每一个家庭或许都有各自的难题 失智的母亲曾经让家庭失序 而年迈的丈夫让老伴疲于奔命 但长照体系资源的整合与落实 一步步实现社区在地老化 让照顾者与被照顾者都能得到支持 坚定地往前迈进 让人生下半场也能过得幸福 人生的下半场能过得好 过得幸福是你我共同的梦想 特别是台湾人口持续老化 在每一段慢慢变老的生命历程里 长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与支持的力量 长照1.0到长照2.0 也是复健到复能的观念翻转 因为长照2.0更强调 建立社区整体的照顾模式 启动互相关怀 互相帮忙的机制 让照顾资源的触角 延伸的更广更远 在预防及延缓失能的基础上 让我们都能共同幸福地老在一起 感谢您收看 好家在台北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